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苏珍昌对于松山机场 到底要不要成为两岸直航机场呢 他说现在没有要签建 松山机场的这个计划 不过他则是批说 松山机场的建设 实在是太落后了 简直比大陆的三级机场 还要落伍 我觉得方便就好 慌乱就不好 那有时候因急救张而慌乱不好 省下来的飞行时间 竟然浪费在等行李上 那就有待改进 现在的这个松山机场 比中国的三线的机场还要落伍 甚至比越南胡志明的那种机场 都还要落伍 松山机场呢 会比越南的胡志明的机场 还要落后 比中国大陆的三级城市的机场 还要落伍 是因为这几年来 通通都没有建设 这个建设的责任 过去民进党有八年执政的时间 所以这一骂 是不是又骂到了自己过去的执政 对了 我觉得苏文昌旧这个设备 跟胡志明市场比 跟机场比 跟中国大陆的机场比 我觉得这个是到末节 到小智小节去 松山机场落后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它被荒汇了这么久 现在去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苏文昌最近有这个毛病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候选人 应该讲说当桃园国际机场 未来没有办法还没有全部发挥 它作为国际机场 作为两岸直航的功能 没有全部发挥之前 尤其是在机场捷运 没有重复发挥功能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评估 松山是不是能够被取代之前 我觉得就目前当下的两岸直航 松山机场要尽量发挥它的功能 现在好能够这样做 我乐观其成 这个乐观 用乐观其成四个字还得了 这个乐观其成 苏文昌讲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苏文昌讲出来的话 我保证他的票不会流失 还会增加 那独派的人不会上街头反对他 会反对松山机场这件事情 独派的也不会咬住松山机场 独派是在咬住什么ECFA 什么一中原则 所以直航三通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不在意了 不机场又是比较周边的 又更周边了 其实我还是认为说 苏贞昌苏前院长 他现在谈这个议题是两串交 你如果叫他去写一个 有关松山机场的社论好了 他绝对是写不出来的 你就看他嘴巴上随便讲 好像是一般的庶民观点 庶民观点也不是不好 但是你今天的身份不一样 你要参选台北市场 而且你保留议题 随时可以转变的空间 以便说万一台北市场失利 以前有变速去选总统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转盘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属于小咪小眼 你今天去说转盘的问题 你今天去做推行李车子的问题 你下面讲牛肉面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难道是这样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人 就把他比下去 蔡振元蔡文元 我不是有意要快乐 他刚刚蛮适合出来选台北市长 包括经费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包括怎么样我们建设 跑道跟机场改建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属于硬碰硬的东西 今天你苏贞昌你没有准备好 你今天前面的那个时间 你不敢出来讲 就像ECFA的时候 你到底是反还是不反 你反的理由是什么 不反的理由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就很像过去的苏贞昌 苏前院长 为什么这样讲 他以前做屏东县长的时候 刚选上 他说我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跟以前的那些 呃县市首长都不一样 跟民建党有些人也不一样 我呢大胆启用外省人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不分省级任用 但是他就是要 要比较一下说 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好 这样也可以 但是呢你看他 从政的这个历程当中 他从来不跟你明确讲说 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尤其当民进党 他们处于一个05年左右的时间 那意识形态之争 对立的非常严重的时候 有所谓胜利 有所谓CE CODE的时候 他完全是不太去涉入 这种核心问题 甚至你认为说 也不像法律人 甚至政治的那种属性也不一样 尤其是在那个 那时候所谓的CE CODE的过程当中 还有这个马英九 那时候特别费的时候 他非得要给你搞出一个什么 历史共业说 好像感觉上 不是在替这个陈水平解套 反而是在帮马英九解套 还要输马会 这就是那时候他在民进党这边 尤其森律这个集团里面 他逃不了好 甚至有人指着他鼻子骂的原因 还加上他逼宫 那个都是整个历程 然后你就看到他说 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对于两岸政策 他也不明朗 但是他翻过身去 当你没有摄影机的时候 譬如说他去YPO 就我们讲说 企业家第二代的那个厂子里面 做的都是财团 做的都是我们如果要 真的要分属性 是希望两岸能够 就流通的或删通的 这样彼此之间这个是开放的 这样一个策略 苏仁昌去那边就拍胸部保证 就给很多支票 哦我会怎么样做 你在那个现场聆听哦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哎这个跟民进党现在两岸 真的是截然不同的 关着门的时候 没有媒体的时候 甚至没有给民进党那些同志 听到的时候 他就敢说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跟那时候民进党他们 深层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有关两岸政策 跟那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主张也不一样 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治性格 始终是在这中间在游走 在摆盪不明确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参选台北市长的人 你把你的就算开政策支票 也没关系 你不至于说要有一个 那种白皮书有的自然房 对 但是松山机场这个议题 是一个老议题 你今天告诉我们说 哎呀机场捷运还没弄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 那我要问你说 那如果机场捷运好了的时候 松山机场就把它拆了 对你下面呢 你是也同意过去 李应援或夏亚廷的主张说 牵走然后这边做另外的使用 还是说你有另外一套方案 像蔡委员这样子 我的这个课题是什么 我的报告交出来 我今天是说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交出报告的人 当然你会说 那我们怎么不要求这个好龙斌 好龙斌 那整个国民党执政之下 他今天如果是反对意见 那我们会要叫他报告 他完全是跟中央是一个调的 一个调他就去享受那个成果 然后他去露脸 然后去搭飞机 说我们生活 我们一日生活圈等等 所以我今天我说候选人不是这么容易混的 像包括他今天带那个记者去看他的那个办公室 光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跟谢长廷搭的时候 就有一个办公室 然后搭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办公室 原先那个办公室呢 今天你选台北市长你搞出一个办公室 那以后台北市长落选你要去选总统的时候 你又有一个办公室 而且今天那个苏科长的个性表露无遗 哎呀你们不要挤不要挤 不要把我的那个玻璃给撞坏了 就是在那种小戏小节上面在那边着眼 他的大政策呢 而且我们刚刚讲这个议题说 你过去做过行政院院长 你做过行政院院长 你应该是一翻出来就有一个 我们当时候我们中央针对这个松山机场 我们怎么做法 还有就是说 过去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多少文子机场 那时候你们的规划又是说 今天我们台湾的机场问题 不只是一个松山机场问题 那时候南部尤其是屏东 或是哪边的那个机场 我听很多立法委员讲 那个机那个飞机每天飞来飞 变他们的专机了 没有其他人搭就是 没有使用价值嘛 那当初你们又为了这个机场的部分 你们又做什么样一个 决策纸张 你现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都没有看好题 今天好像看到他是一个 初出茅庐的一个新的台北市长 就抱怨这个机场建设的太糟 他如果要写 那就像王伟宗一样 你就写一个小专栏也好 你就告诉我们说 啊 转盘有问题 其实你这个推车太老旧了 牛肉面不好吃 软硬体什么要改变 还不如那个中国大陆的三流机场 那你去过中国大陆的机场 三流机场 我印象中好像他没有去过嘛 那你可不可以比较一个 像其他世界各国的 签计架 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软硬体是哪里不好 跑到又怎么样 可以存在多少的 哪一群的飞机在那边起降 好像似乎都没有人 像他一个人 而且跟民进党是整个脱钩的 脱钩的 好像是他孤军奋战 永远是跟民进党 反方向跑的一个将军 四个将军没错啦 但是两串交 没有什么样的实质 政策内涵 因为沈赵老师说他要告别过去的民进党 所以不能够跟他们再挂钩在一起 会不会 炒很久了 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松山机长要炒这么久 好龙斌我先批评现任的市长就说 跟虹桥对飞 先飞再说 2008年5月国民党就开始执政了 7月就开始包机直航什么 就很多定期航班出来的 松山机长也飞啊 也很烂啊 批评很久 那国民党说什么 你这两年内应该好好修整修整 这两年看是要找交通部算账 还是找台北市政府算账什么的 国防部算账我都没意见 反正要人负责 没有人要负责嘛 现在说我们要丢10亿 好像丢吧 10亿也不是我的 大家一起付 丢10亿去改啦 至于这个民进党啊 我同意刚刚光景讲就是说 苏贞昌那你到底要还是不要讲清楚 我为什么刚刚去点名 郑云鹏跟这个 申委员 挺苏贞昌 要勇敢大声的讲出来 我挺苏贞昌啊 可是我同意他们一个人 苏贞昌不必讲清楚啊 不必讲清楚 我刚刚观众朋友觉得很多意见 可是苏贞昌模模糊糊这样子 现在跟郝龙斌的民调相距不远啊 我为什么要讲清楚 因为你们不在乎嘛 就定期航班 就包机直航跟天天包机有什么不一样 你大概也不去讨论 谢长廷他是主张天天包机 你也没看到什么独派啊 什么孤宽明啊 什么东南西北社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你还是投给卸航艇啊 天天包机跟定期航班一不一样 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大家没有那个辨别的能力啊 大家投票的时候说 民调问你的时候投票的时候 我都意识形态啊 我都比较偏绿我就投给绿的 比较偏蓝就投给蓝的 谁在乎这些东西呢 木马屠城骗你们 骗你们你们不高兴啊 刚刚郑云鹏讲的是什么 是选票极大化嘛 我在台北讲一套 台北线讲另外一套 到台中高雄台南 五都可能最多有五种版本五套啊 因地制宜不行吗 需要的程度不同 我不要说骗票啦 我说让选票极大化嘛 然后呢 然后你们还是投的啊 就台北投给民进党的 跟高雄投给民进党的 虽然都投给民进党 都是顾选票嘛 大原则的前提上如果不违背啦 你不要去计较 例顶爱怎样 因为 赎丁百百种啊 你说今天高雄的候选人 台南候选人 告诉你台北怎样 他才不管你的 但是 如果今天桃园 桃园的县长 跟台北市长是同一档的候选人 没什么样的哦 你今天去问吴志阳 跟问那个郝龙斌 他们两个其实对松山机场的定位 真的是不一样 我一直说 吴志阳选桃园 他管松山机场干嘛 他认为桃园应该极大化啊 那台北你是分散嘛 因为台湾人会这样进进出 又是这么多人而已嘛 台北多减会分掉啦 如果你给他集中到桃园的时候 他认为那个航空层会更好 这是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还是要 让在地的候选人 有一些发挥的空间 并不是说你 你高雄说一头台北说一头 我说作为松山机场 那个议题是这个样子 主席我不晓是不是细数同盟 大家的话术是一样的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的话我就怎么样 那个如果勒 这前提有太多让 前提有太多让我决定怎么样 那如果没有违背 违背这个基本的原则 没有违背这个党纲 没有违背什么的话 那怎么样 那这款话什么话都会说你 民党可以说如果不会卖台的话 我们支持签 如果这谁不会